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本期的忽左忽右 我是陈阳梁 我是杨一 那今天我们来到了杭州 坐在我们携对方的 是著名的许志愿老师 不带等了几个人 沿塌了大概有小半年的时间 第一次邀约许老师是1月份的时候 对我们本来可能1月份的时候 想聊的话题其实还挺多的 但现在都忘了 现在要说话题的话 变成是这本书 因为当时我们是找了 也是我们以前的一个嘉宾苏思皇 然后秦立文老师来帮我们约徐老师 所以当时想了很多 能够把秦老师掺和进去的话题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还蛮突然的 从我个人的角度上来说 我应该是17年时候 当时在北京的正午酒馆 跟你也见过一次 然后当时在 我记得在那里的话 很多人都跟你问了同一个问题 就是你的梁启超 这晚写了这么多年 什么时候出 你问了吗 我都忘了 我问了 你当时还吃了一碗螺蛳粉呢 真的 这个螺蛳粉冲淡了 这个梁启超当时 对对对 然后你当时的一个回应 就是你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出出来 那突然到了2019年的年中 好像我朋友圈就被刷屏了 这本书就有点像一个横空出世 这个过程怎么来的 你能先跟听众们说一下吗 其实18年夏天就已经写完了 你在问我的时候 不好意思上 我们被咖啡打断了一下 咖啡打断了 谢谢啊 对 我觉得我写的过程 也就像刚才录节目一样 它不断被打断嘛 17年你问我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写了 可能百分之六七十了吧 然后 但所有的写作 其实都是一个羞怯的行为 当它没有完成的时候 你不好意思跟别人讲的嘛 所以它在18年夏天 基本上写完了 我改了大概几篇 编辑也在改 但是因为一些问题 一直拖到19年 5月份才出版嘛 所以它中间这个过程 我都在做别的事情 所以对我来说 它是一个一直在持续的 让我胶着的事情 可能对于别的朋友 除了很近的朋友之外 他们可能会有点意外吧 对 它对我来说不突然 它是一个迟到的 我老说的是迟到的婚礼嘛 出来之后 就对我来说早就完成了 而且我的最兴奋的时刻是 2018年七八月份 现在我都早就不兴奋了 我是 就因为那会儿刚完毕吗 对 它有一种新鲜的快感 现在是假作的欢欣 我想知道 这第一批读到你全稿的 这些朋友们 都是一些什么样的 这是学者吗 我的编辑 我的编辑 我的朋友 他们我长期的这些合作 因为我的编辑 我要写完不同的chapter 他们都会看 然后我几个比较信任的朋友 他们会看 我逼迫他们给出我 非常没有原则的鼓励 是给出没有原则的鼓励 我以为是提出中肯的意见 谁写出的时候 需要中肯的意见 你们做节目也不需要中肯意见 一定需要没有原则的鼓励 因为那些错误 你自己都知道的 你不需要别人提醒的 但说实话 我们其实架不住别人 还是会来 架着我们的每一集 我们每一集 总是还会有喜欢或不喜欢 那是他们的自由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 青年变革者 这是梁启超传记的第一卷 我也看到了 您好像是已经把它设计好了 它会是一个三卷式的形态 或者四卷 或者有可能四卷 我现在怀疑 因为三卷 直接会让我联想到 伊萨克多伊彻 托洛茨基的先知三部曲 我非常喜欢那本书 那本书对我影响很大 我觉得写的也非常精彩 所以我想知道 这种影响会作用于 梁启超这种 会啊 因为我在做的过程 写的过程中 我必须找很多inspiration 那种 包括参照系统 托洛茨基传 肯定是我的重要参照系统之一 而且它那个三卷目 黄黄俱著 而且也是不朽的著作 肯定是 是非常精彩 而且它的第三卷 叫《流亡的限制》 您这边的第二传 是《流亡时代》 这个词可能有一个 直接的联想 那经过19 20世纪 转变的人 都是面临大变动的时代 而流亡是20世纪的主题之一 我们看到了大量的 作家 思想家 革命者 艺术家 他们都是以流亡的身份 来做出创作的 流亡的状态是因为 你面对不可控制的一个形态 被迫或者自我的放逐 然后再脱离掉 自己所有熟悉的语境里面 重新开始自己 重新创造自己 这个也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主题 这种主题始终很让我着迷 因为可能我自己跟生活 就比较疏离 OK 我相信很多听众 可能没办法第一时间 翻开这本书 但是您在资讯里面 其实已经提到了 您这本书的写的动机 要不可以先跟我们的听众 简单的介绍一下 您在2013年 是怎么与梁启少 在旧金山相遇的 这个故事 我闲得没事干 然后那时候 我已经做了好多年新闻记者 十多年了 而且那时候新闻业 遇到很多困境 现在这种困境就更显著了 而且我自己也有很多困境 我自己有很多困境 我觉得我的生活太 思想太碎片化了 而且有一种年龄的焦虑 就是我快到40岁了 我觉得我应该 有一些更 solid achievement 那种更坚实的一些 成果 然后 但是我一直很喜欢 传记这个题材 就像你说的 Torce City传记 都是我很年轻的时候读的 对我印象都很大 而且现在的时代 又跟过去时代 是有关联的 对 所以我就一直想找一个题材 能够承载我这些想法 或者说逼迫我 有一些更坚实的一些努力 我一直 梁吉超这个想法 我可能十多年前就会有 更早 30 岁出头就会有 模糊的 但不知道怎么写 就完全不知道怎么写这件事情 所以到那个时候 突然好像 你在机遇的东西 突然有了一个情绪 但即使我在13年 37岁的时候 觉得有这个情绪 但我真正动笔 还是到我两年之后 39岁的时候 到15年 9月份才真正动笔 那时候我从旧金山 见到梁吉超的照片 已经过去了两年了 我在等待那些资料 然后到15年的时候 又是我创业最痛苦的时候 那时候 15年10月份 11月份的时候 我们之前融了一大笔钱 我们输点 但我们不知道怎么应对这些钱 就冲昏了头脑 然后做各种新媒体尝试 然后都不成功 然后到了15年 10月份的时候 我们账上好像只有 50万人民币了 我们都意味着 我们工资都发不出来 那时候你没有多少人 那时候一百人 七八十个吧 50万要一百人 七八十个人 对 我们就工资就发不出来 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觉得在这种 特别大的焦虑里面 然后写这个书 反而变得更可能了 因为我实在不知道 怎么应对白天这些焦灼 我就必须夜晚找一件事情 让我能够安静一下 看到梁吉超他们遇到的困难 我心里也很释然 所以某种程度上 你也在梁吉超身上 寻找这种共鸣吗 因为他也是个连续创业者 对 连续创业者 他当然是连续创业者 他要在这个时代 肯定做Podcast 肯定做YouTuber 做直播的 做各种东西 他是新媒体浪潮 他做了食物 万国公报 食物报 轻易报 当年的新媒体 全都是新媒体 对 而且他会涉及到 比如说帮保皇党 筹筹筹经费 对 他是fundraiser 他是众筹 然后他的那些追随者 比他更有点商业头脑 不像他搞这么多 政治行为的人 比如说就变成了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 那商务印书馆 在当时可不就跟 现在的BAT差不多吗 是 一个超级的企业 当时在上海的福州路上 最大的两个公司 楼就是商务印书馆 和中华数据 你刚一直提到了 你在2013年的时候 你个人是陷入一种 就是非常焦虑的状态 其实我很想知道 就那会的话 你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职业 或者身份是什么 因为我是Burkey的访问学者 你是在那个阶段 突然想找一件 可以持续很多年的一个事业 我最初觉得 他持续了三年就完了 他这个 现在我觉得他是会 胆起超会持续十年 所以他就 他是个延展的过程 就像你 就像你 你陷入你的爱情 或者友情 他的最重要的结果 都是跟你想的不一样的 对 就是你无法预料到 这个事情 后来会有什么样的发展 对 他基本上是一种失控的状态 但是失控中又有一种喜悦 OK 但是可能 我觉得听众可能会有点糊涂 因为马上到两年以后 你就会提到 两年以后 你就到了一种 就是创业的 最艰难的时候了 所以你不是在Burkey做访学吗 怎么突然2015年 又变成一个 融了一大笔钱的创业者 这中间的故事 因为13年开始 就那种风潮出来了 双创 大家都在创业 那时候我觉得北京的上空 上海的上空 航生的上空 飘的都是钱 然后飘的是年轻人的欲望 如果大家 现在再过几年 已经恍如隔世了 所有的一个破咖啡馆里面 一个Starbark里面 都谈的是上千万上亿的项目 一个桂林米粉店里 也是这样子的 所以那是一个非常不 但是我在旧金山的时候 改到那种 就是像我们中国那时候 的go rush嘛 其实我去bark里之前 差不多是我们已经在 开始接触这个谈判了 其实我去bark里的时候 我已经明确的知道 我们会有一大笔投资进来了 但是对我来说 创业是一个三心二意的事情 就我把一切都想得很容易 我碰到一个非常 我非常喜欢和这个 喜欢的一个投资人 他们对文化事业 有某种坚持 就他们容忍了我们这些错误 所以我到bark里 其实我没完 我本来应该到 14年8月份 我们才完的 但我提前回来了 因为我们公司已经迅速 扩张到六七十个人了 但我作为founder 我还在海外待着 我们一共三个创始人 这时候一个人在柏林 一个人在brook里 一个人在北京 勉强的支持 这就像革命党 已经在武昌 打响第一枪了 孙博士还在 对吧 对 这么说的好不严肃 显得特别三心二意的一个人 但我觉得 有时候 但历史都是这样的 事实都是如此的 是 经常就是一种偶然 就是无数的偶然凑在一起 但是你刚才提到了 2013年到15年那会儿 好像北京 上海 杭州 这些城市 上空弥漫的 都是欲望 金钱 感觉这种气氛 你应该不陌生吧 因为01年的时候 这是我经过第二波 对 .com 泡沫 您是经历过的 我大学 没毕业的时候 就经历第一波 .com 对 那时候 那时候 其实逃不出欲望 那时候是一种 新气感更强 比如那时候的互联网公司 像搜狐 新浪 网易 他们更像 更有很强的启蒙价值 因为他们带来的资讯 突然涌入 到了15年 这一波 其实很多 更像 其实是资本的 这种力量更强 对 这是我经历了两次 第一次 是启蒙 对中国社会的启蒙 意识非常强 因为又跟整个的 中国加入WTO 中国对世界的这种 这种渴望 非常强 15年这波 已经是中国 自认为市场 已经是非常 就是天下独尊了 那样那种 自满的气氛很强 所以还挺不一样的 对 .com泡沫的时候 您应该还是 刚刚从大学出来 对吧 您后来是选择去 对 我经历了泡沫的尾期 如果再找几年毕业家 回来 我可能就发财了 但是未遂 我每次都跟这些东西 您好像 对这个事情很遗憾的样子 也没遗憾 我经常当然笑话 跟我同事说 我这么耐心的 跟大家开个书店容易吗 我错过了这么多 go rush 很有趣 对 那时候很多意识 对 那时候我印象很深 我大学没毕业 跟我一个朋友 他叫我去 那时候做媒体 跟我 叫我一块去 深圳建一个投资人 说他们要做一个 新的 Dotcom公司 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其实就是一个媒体 然后放在网上 特别简单 幼稚的这么一个 一个事情 然后说 有一个香港的 一个投资人 他要投很多 这样Dotcom的公司 然后就跟后来 很多人 投很多app 一样的那种 我就去了 然后去跟我那朋友 去见那个人 然后那个年 有个很年轻的 英俊的小伙子 来替这个香港人 打理这笔钱的 跟我们来聊 他是在 怎么 你们要怎么做 我就听了我也听不懂 就听他们说 我们三人在聊天 所以 然后那个小伙子 就是男朋友 他说对 然后就你想 就很有趣的一段 事 这都是 意识的 意识 那个时代了 我有一个很好奇 就是因为您在 就相当于是 相隔15年 你经历了两波 可能在你眼里 差不多的事情 你后来这波 在起来的时候 你有 就是你 比如说你 你有没有去 跟你0001那段时间的经历 做一个对照 然后你有没有意识到说 好像这个事情 跟当年很像 还是说这个事情 跟当年 有一个地方不太一样 我就说 刚才那个第一波 有起码强的起码 这波是更像一个资本 而且他们规模完全不同 因为在2000年和2015年 隔了15年 中国的经济体量 已经完全不可同人而语了 对 而且这个消费和商业的 深入到社会的程度 也完全不可同人而语了 第一波 它更像从美国的idea 然后美国的理念 然后管理方式 资本 然后进入中国 撬动了一个 撬动力 其实不这么大的一个群体 所以我那时候老说 那时候的 那时候的硅谷的那些理念 或者那些 Vinter Capital 就像当年 80年代大家 突然要去读 萨特 去读 你才 或者1920年代 大家去读 罗素 这些 它有某种启蒙的意义 这波这次启蒙 是技术资本 到2015年 这波 更是中国经济体量之后 巨大的资本 它要寻找各个地方的出口 当然也有一个 确实有很大的一次 消费升级 这样的一个过程 它是更是 跟内生有关系的 一个一件事情 所以 可能我也变了 因为我那时候 这时候已经快40岁了 对我来 没这么强的冲击了 这一代 它们基本上是一个 App Generation 不是.com的Generation App Generation 包括是个 Mobile 就是移动的 这个时代的 一个Generation 对我来说 触动没有那么大 我只是觉得 社会下边很喧闹 然后我觉得 我本能觉得 它也是有问题的 我只是这样的一种 那是不是能够理解说 你好像听起来 好像更反感 轻的这一波 但是你对于 远的那一波 你好像感觉更 也不是反 因为那是 就是00年那波 更像我的青春时代的经历 就像年轻时候 听到Rock一样 在中年听到Rock 就很吵了 是不是知情们 热爱北大荒 是一个道理 对心态不一样 对 那一波在15年前 那一波 我们不是15年 18年前了 19年前的那一波 将近20年 对20年前那一波了 20年前那一波 就你看到的是一个 你想象的是一个 比如美国的 Wallstreet的钱 或者Silicon Wallet的技术 其实你想 就像你在中国 想去上哈佛 想什么 你觉得是一个 向上的一个 去构的这么一个东西 到15年这一波 或者14年 13年 13年左右 就开始这一波 你觉得所有人都在谈 消费下沉 大家要去构 四线城市 要满足 他们的消费的方式 所以你看到的 整个的趋向是不同的 审美上也不同的 所以你个人 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 很强烈的审美导向的人吗 我对秩序有要求 我对秩序 当然是有外在的秩序 审美是秩序的一种 有心灵的秩序 就是你内在对外界 有一些 它不能完全是混乱的 它在有秩序之后的混乱 才是有魅力的 才有创造力的 对我来说 眼前他很多东西 就是混乱超过 完全超过秩序 或者他那个秩序 不是我喜欢的秩序 我的秩序 还是有点古典主义的那种秩序 一直古典主义到 现代主义转变的 那段时间的秩序 你会不会觉得 相比起梁启超 你可能你本人 可能比他来说 更保守 要保守很多 也不是 他梁启超有他的那一面 他的 他拥抱新世界 但他的就学基础非常好 我们两个这么比 也不合适 反正 因为他是个超级的天才 对 我这么比就有点太 其实我内心暗暗想比 我也不能 不好意思说出来 他 就任何 我就杰出的灵魂 都是混合的 他们一定是不同力量 之间的纠缠 而且 他们一定要在不同的 相反力量达到 某种平衡 因为这给他们带来张力 一个 在新文化言中 看起来这么说 这个封建礼教 是吃人的礼教 这样鲁迅 鲁迅的旧师写得多么好 在旧学功底 是多么好 只有一颗 强要力的旧心灵 才能够运用出 一颗强要力的新的心灵 只有是一颗 真的强要力的新的心灵 才能够理解 旧心灵的困境和问题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新和旧都不强烈 所以我们是一个 非常平庸的一个 人的心灵状态 也非常平庸的一个时刻 过去也看过 你在其他媒体上的 有时候是报道 有时候是演讲 我记得有一些词 是你会反复去提的 比如说你会认为 可能我们现在经历的是 这个时代比较平庸 以及你反复提到一个词 强要力的心灵 这词绝对不是你第一次提 你过去提过很多次了 比如说我们说20世纪 就是一个这种 所谓强要力的心灵 强大的灵魂和头脑 笼罩一切的时代吗 你不觉得这样 有的人会认为 这样的时代过去 是一个好的事情 我们是单一的强要力心灵 那个东西就 我也没法展开讲 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单一的 我们需要毕加索的心灵 需要海明威的心灵 需要很多不同的心灵 不能是单一的心灵 这些人都没了 只有一颗心灵 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抛开这些成年之后 形成的这些 想表达欲望不谈 你最早接触到 两起杀的东西 你被他单纯的 被他的笔下的这些 文字打动的时候 那是什么时候 我没怎么被他的文字打动 因为他这种表达 跟我们已经离得很远 就文本本身来讲 当然打动我的 肯定是现代白话文 更成熟的时候了 肯定是鲁迅 沈从文 郁达夫 他们的语言 对我文本是更大的打动 梁启超对我来讲 是他的思想的历显 本身对我打动 他不是文本对我打动 他经历的这些 更打动你 对 他是混在一起的 他的写作 他的经历 他的个性 是混搭在一起的 尤其在第一卷的时候 他的文本都不好读 十五棒那些 可能到了第二句 我喜欢他的 新中国未来记 喜欢他的这些 一些人物传记 写的 我最喜欢他的游记 写的新大陆游记 这些东西 但他们说 多么打动我也不是 我是对他的 整个经历本身 他作为一个整体 非常打动我 而且他是一个 对我来说 非常足够的载体 因为我写的不仅是他 我想写背后的时代 时代 我想写背后的 这群一个群体 但只有他能够 把时代和群体 完美的能够 勾连和展现出来 其他人没有这样的 这样的一种规模 他活得不长 但是他 不短 但也不短 他56岁 算很短了 对他这样的 如果不是手术失败的话 但是因为他 卷容的历史中央太早了 就是他23岁 就暴享大明 25岁就卷入百日为新 就是这样的际遇 你是很难想象的 你看他流亡归来 那时候才39岁 那时候他已经是一个 全卧性的一个知识和舆论领袖 哪有一个人不受他影响 在他流亡的岁月的时间里面 他的生命停留在25岁 都是很光辉的 某种程度上 你是不是会对他 有某种共鸣 因为大家知道 你其实也是很早的 你在大学的时候写的 那些文字就已经可能成为了 很多人对你的一个认知的一部分了 对 所以他们说我写 他办食物报那段时间 特别在想写自传 我这么说太无耻了 但对 当然有很多公民了 会想想想 可能更多来自于哪些方面 就我在里面写 就他那时候想 写的比想的快 他被这种强烈的表达冲动所左右 然后他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方式 去让很多人感触 但他其实也并没有想那么深 而且也有少年成名那种快感和得意 我相似的经历 我大概都有 可以很清晰的感知 对 因为我在金冠的时候 金冠做主笔的时候 也就25、6岁 就大概这个年 这个故事我听说过 亲里面说的是吧 可能何丽也说过 当时可能不会有这种意识 现在回过头了 你会不会觉得自己也挺幸运的 是幸运的 对 我当时25、6岁 也很多非常有名的 有权力的人 或者说成功的人 会跟年轻人交流 跟我交流很多的东西 就很像当年的一种感觉 有一点像 一点点像 有一种想当然 所以身上会有轻浮的东西 所以我写这个书 也是为了取出身上轻浮的东西 本集忽左忽右 为您推荐播客 《创业内幕》 《创业内幕》是一档 由GGV纪元资本发起的访谈节目 旨在为中国听众 提供更具视角的创业话题沙龙 中国一流的创业者 会在这里亲口说出 他们的创业内幕 小鹏汽车的董事长兼CEO何小鹏 之前就曾经上过这档节目 小鹏就说我是坏人 对 季勋肯定是那个坏人的 对 当时我小朋友刚刚出生 然后季勋就跟我说 既在这个赛道已经开始了 如果我不冲进去 可能这个赛道过一两年就结束了 每周五 跟随中国一线创业者 一起了解他们的创业内幕 《创业内幕》 由Emper Podcast制作 可在喜马拉雅FM 苹果Podcast 或其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 订阅收听 我觉得可能很多中国人 知道梁启超 它的起点可能是 它第一卷的终点 可能1898年之后的梁启超 康梁 大家才知道 其实康梁变法 这个东西的当时也 康梁变法是 他们流亡到日本之后 逐渐创造出了一个新的神话 重构历史 但历史就是这样 你之前的很多写作 之前时间的很多写作 其实蛮少涉及到 跨越到这种维度的 这个是你个人的一个转向吗 还是说 跟我去创办东方历史评论也有关系 我这杂志我做了五年了 六年了快 我前一幕话就要进入很多这些近代史的东西 有的年轻人是炫耀他的对潮牌的了解 对流行化的了解 我只是想炫耀一些我对过去的理解 比如说你在写梁启超 或者是你现在在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 你还会有这种炫耀的感觉 对 所有人都会忍不住有些炫耀 你会试图克制它 我在里面写了很多咸笔 我都某种意义上在下意识地炫耀 我对这些东西的了解 不经意地写了一个谁又出场了 听上去非常恶趣味 如果人生少了这些小得意人生 也很悲伤 也太正经了人生 所有的正经的人生都不值得一国 你从13年开始关注这个选题 但毕竟一个传记写作 其实还是个要求蛮高的事情 包括其实我们过去也跟很多嘉宾 也聊过这个话题 在中国的话 可能他过去一直缺乏非常 大家可能会觉得靠得立得住的 这种传记写作 尤其和英文世界相比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很想知道你在写作一本 关于梁启超的传记的时候 会有哪些对象 是你觉得你想去 不自觉的想去参考的吗 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过 像多一撤他们 非常多 写坎斯三年本的 Robertsky 是英国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学家 和理智学家 然后 Ron Channel写的 Rockfeller J.P. Morgan 他非常重要 他那个 Hamilton不是改成音乐剧吗 我特别希望有天 梁启超做音乐剧 Musical Hamilton 我特别觉得特有意思 就是那天我们做新书发布 那个花轮乐乐队 来做了那个开场 用电子乐和梁启超的关系 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特别想做这种东西 听到这个节目的人 可以来找我 做Musical 好的 因为历史就这么复活的 重新想象他们 Robert Carroll写的 Linden Johnson的传统 非常多 还有英国 因为英语世界的传统 他们非常的杰出 报石景谦写的一些书 也对我印象很大 报黄人语的万历十五年 反正我觉得 我写的时候 我是非常 就是很强的自觉性 要按照这种水准来进行 来写出这样的东西 对 而且我确实也觉得 这本书也不输给所有的英文世界的最好的传统 至少 其实输的话也不输太多吧 我觉得确实可以 很不负责人说一句 它真的是一本一流的世界级的传统 如果等他第二卷出版的时候 这个感觉会更明显 非常期待第二卷 所以我觉得我在写很多人的可能性 这对我是很有吸引力的 我们如果沉浸在梁启超的世界里 他是一个流亡者 然后是一个各种行动的人 我特别想知道 当年普通的上海人怎么看他 你们从上海来 上海的申报上整天就骂康良 你知道吗 各种演绎小说 就跟现在网络小说的时候 就看着骂康良 怎么去到时候骗钱 这是对他的普遍印象 但这层印象 大家就很少被描述 但你可以想象 因为他是一个朝廷的侵犯 他们逃到海外去 怎么去理解他们的生活 那上海人 人生争承要过去的日常生活 在势力扬长 然后他那些朋友 像吴简人 吴简人我们都看过 郭沃瑶 写二十年目的关心 这样的一个 当时流行小说家 就当时最畅销的小说作者 他又受蓝锡上影响 要写新小说 他的小说里面 就开始写立线的问题 要中国要立线 要民主 然后他有机会 跟梁吴超一块吃饭 然后偷偷遣回来 跟他一块吃饭 他内心对他的那种敬仰 但是他又要回到自己的 这种流行 一些畅小说那种感受 就这些人 不同人的可能性 是非常对我来说 很有吸引力的 梁吴超他应该是一个 他是1874年出生的 1873 你也是个70后 你会觉得梁吴超 会羡慕你这个时代 而你更羡慕他的时代 梁吴超他生活的时代 肯定更痛苦 因为面临那么多的 必须被抛弃和打破的旧世界 那么多的这些东西 然后这些士大夫 又是自认为四民之首 社会领袖 那他们要为此承担责任 或者他们体会的痛苦 会更强烈 所以他肯定比我 胶着和痛苦的多 我们没有这么强的 一个责任感 我们不再肩负 整个的时代的一种道义 这种尊严的这种东西 或者说 就没有这么强的一种使命了 所以我们不会承担 这么大的一个力量 压力 但是我们要承担 对应的虚空 承担对应的琐碎 琐碎也是一个压迫 是另一种东西 在今天的这个时代 他可能就去 他也可能会 有一堂自己的播客 肯定会有 这都是 他这么好也会像你一样 主持一档一对一的 访谈节目 都可能 就杨尼超专访G.P.摩根 多扭 杨尼超专访罗斯副总统 肯定很多这样的 对 他是见过摩根 都见过 但杨尼超见到G.P.摩根 有点被吓住了 因为杨尼超个子不高 广东人们 新会的广东的小伙子 已经想了出来 然后见到G.P.摩根 特别高大 这边会特别威严 他们年龄也差很多 对 长得就是一个 穷雄极恶的 资本家的形象 又特别那种 他又是 Wall Street那种 就是声誉的顶峰 顶峰的时候 然后 他们本来要 谈个20分钟 因为 他当时是 以什么身份去见 算侨领 因为他到海外 他是保皇会的领袖 副统领 副统领 华人的群体 作为一个 社会组织的存在 他们也需要这种 他们也是一个group 也是一个group power 所以他们会连接 他们也想知道 他们认为 康梁是中国未来的领袖 所以他们要 接近未来的可能性 所以梁启超就 见到他非常紧张 他本来想跟他 谈谈写作的问题 你说跟金平文 谈什么写作 后来就愣住了 我觉得 但我可以想象 因为你想 一个 从新回来 其实在上海住 见到上海那些 外滩的洋房 但你突然见到 见到纽约的世界 那还是非常震惊的 那是纽约 现在去纽约 觉得纽约 楼楼楼旧旧的 破破的 那个时候 可是一个顶红的时候 所以他应该是很多 shock吧 那种 如果不考虑 时代因素的话 你会 你觉得杨梁启超 本人适合 十三腰这种节目吗 应该挺适合的吧 他应该 因为他是个很热情的人 也很真诚的一个人 他愿意跟别人交往 跟孙中山关系也挺好的 康和孙基本上是不交流的 他性格是很好的一个人 他对年轻人也很好 这里面我写了一张 写了一开头 他去食物学堂 去长沙的路上 他去吃饭 那个姓周的一个年轻人 也去长沙 他们在餐中吃饭 八个人 最后一个 穿得很时髦 当然有段描述 他穿什么样的衣服 就很时髦的衣服 潮牌吧 当然是潮牌 上海的潮牌 估计是那种 马挂里面的 阿玛尼那种感觉吧 然后来出来 就是一点清高那种 少年得志 二十四岁 然后但是一坐下来 那个周 因为这些 当时稍微的 周善培吧 应该是 稍微的读者 都是他的书报读者 这是梁先生 一旦那样 他立刻梁就放松下去 找他聊天了 开始 他的性格也是那样的人 他是 他是一个 他挺随和的 那很随和 应该是 他肯定是很温暖的一个人 你现在第二卷的话 就是他周游世界 周游世界 世界的时光 对 我要去很多地 但听上去写的成本会非常大 反正他的版税 肯定不能支持我 写完这第二卷 所以是什么在支持你呢 创业 我创业不能支持我 去做网红来支持我这些事情 所以你这个时间分配的比例上 会进一步压缩你 制作其他节目的空间吗 我不知道 我得找到一种更好的方法 来面对它 其实过去一年 我一直在研究日本 我都没怎么 因为这七月 七月份就写完了 对 我在做别的事情 但是我研究日本 也是在为第二卷做准备 因为他要应对一个 明智维新版期的一个日本 是 所以我必须理解 那个日本是什么样子 对 新一季的131 出现了很多 和日本相关的 这些内容 这就是您的一个 算是一个副产品 对 那个 穆森拓在黑木桶 是另一个产品的副产品 OK 这个主副产品 这么分的不对 他们可能 因为哪里有这么分的 这么清楚 事情本来就是这样重合 所以您对明智的 以来这么一个兴趣 跟你对这本书的兴趣 因为都是一个时代 你把它放在一个 大的东亚的历史上 它可能真的就是一个时代了 对 因为我想处理东亚 未来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事情了 对 那你现在有大概想好 你找的一个切入点是吗 比如说中国这块 你找的切入点是梁启超 如果关于明智呢 明智我会写一本 关于日本的书 Travel Book 但这种Travel Book 就是也是西方式的那种 Nepal或 Jan Morris那种 就是它是将历史 社会学 全都融合在一起的 你又给自己加了一个火 对加戏了 这是夜里的时间不够分配 对夜里时间不够分配 这听上去就是从传记写作 又到了游记的写作 因为本来就做 我一个游到哪儿世界 做陌生人就是游记写作 对 你有准备为这本书做一些什么影像的 会啊 我想拍纪录片 关于它的 甚至说 我就说它应该有musical音乐剧 应该舞台剧 我也希望它有纪录片 Documentary 也希望它 或许将来也是很好的movie的题材 都可能 最终我觉得 其实我也没那么重要 这个书也没那么重要 它们都是一个桥梁 帮助更多的人 能够抵达两起潮 两起潮的时代 你把这个桥搭好了之后 你会关心 或者你会担心 上桥的人不多这件事情吗 不太担心 因为担心不来 我没精力担心 我尽量能做的 做一点 包括访问啊 这些东西 我觉得尽量能做一点 然后 它可能很多时候 不完全出于我的个人兴趣 比如今天跟你们聊天 很开心 我经常遇到不开心的聊天 这可能是正常的吧 非常正常的 而且很多时候还会重复嘛 是这么一个容易厌倦的人 重复得了 是很烦的一件事情 是 那我还不是去西湖边缘逛 我现在 就是这方面 其实你现在跟你年轻的时候 相比的话 你还是愿意去 我没那么任性了 比以前已经好点了 你有没有发现过 就是因为现在的话 在你身上的这个媒介 其实叠加挺多的 文字也好 包括你做单独 那个 那是一档播客嘛 对 我们俩同行 我们 是 其实我在做播客之前 我就听过你的 我们那也是App Store 年度新播客 是 是 我操得 我组上也扩过了 在播客行业 那是 没像BBC呢 中国播客史上 肯定有您这么一届 太好 你们俩 情商太高了 有点过分 包括像扣来的TVC 我想知道是对你个人来说 你肯定自己内心 一定有一个权衡的 你怎么看这几个媒介 这些媒介有改变你 过去可能你不参与 这些媒介的时候的认知吗 写作是我的核心 写作是我最最核心的事情 别的东西我都不做 我还会去写作的 其他的就好玩 好玩 他对我来说就是好玩 比如说我 其实因为我自己做的件事 我很好奇一点 比如说您现在做视频的节目 您以前对他有偏见吗 你做了之后 有改变 对你觉得你改变的是什么 有改变的 我那时候特别不谢他 为什么 我觉得 肤浅 对我不谢 我是慢慢被改变的 包括我也不屑于那种表演性的谈话 我后来我现在慢慢喜欢上这件事情 因为当CAMRO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其实两个人是自动进入一种舞台状态 包括我们这个microphone在这也是 他进入舞台状态 舞台状态并不完全是坏的 你说你说的女的表演这件事情 不是的 它会激发起一些尚未意识到的东西 对 就是我现在越来越喜欢这种 这种performing的感觉 它会有意外 对 这个意外又是在一种高度紧张里的意外 它其实是让你更刺激的 它让很多人都一下子严肃起来 对 它是要开始搜索你脑子中的各种事情 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开始喜欢这件事情 所以我有改变我对这件事情 就各种事情都是它自己的逻辑 你稍微理解一点 那影像就是非常powerful 非常powerful 写作还是需要传达好多次的 就跟个人的感受 你有什么直观的感受吗 这个powerful 不是你一个镜头过来 你这里面所有的颜色情绪什么都出现了 我这书要写好几段了 然后声音也是 声音它特别进入你内心 就是我看一本书看得很累 但我听这本书 audiobook的时候 它会很进入你的内心的 所以他们对我来说都挺有吸引力的 现在 甚至我说和musical或者舞台剧 它做一个舞台上 它也很有魅力的 我觉得非常有魅力 我觉得我过去 我从一个以前单纯的依赖 就是书写文本这样的 进入一个 我对更广泛的文本产生了兴趣 这个我觉得是我比较开心的一件事情 当然很多时候力不从心 你不知道怎么应对这些事情 但是我想力不从心也生活的一部分 这个是我一直很想问的问题 虽然您是年少成名 但其实过去在金冠也好 还是在FT也好 辐射的人群还是一帮 精英群体 对 相对来说 他们跟你本身 他书写的内容 其实还是比较matched 那么到了一个视频 TVC 做视频节目的时候 它可能辐射 它的一个量级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又感受到这种存在吗 这肯定会给人带来 肯定有快感 但肯定也有一些反倒 也很多困扰 虚荣大家都有 困扰也挺多的 因为比如说我们这样的聊天 很开心 因为我们在一个相同的语境里面 我们不用解释太多 而且我们可以不断地把这谈话深入下去 但你在很多情况下 你的语境 你进入大众世界 你就完全是脱离的 基本上 摇的不是一个事 对 他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然后你也不关心他在想什么 当然也就 而且我们现在 我们处在一个非常糟的舆论环境 不仅是中国 全球都很糟 就充满了一个独业的舆论环境 大家不能够正常的表达 看法 都充满了这种立场 然后谩骂 就我们每个人都会 不管是你是一个超级明星 还是个普通人 你都会面对这样的一种 特别割裂的舆论 舆论话语常 所以你需要更强烈的心灵 你要学会更回到自己的世界里 对我来说 对我没有太大影响 我还是差不多一贯值的那个人 没有太多影响 可能比以前更有耐心 更坚强 更少一点 但我有时候也烦躁了 那天我还跟一个 跟人吵架 反手了 采访你的人吗 对 我不耐烦 您在这个就是做 除了写作以外的事情的时候 你对你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因为感觉作家这个词 是跟他的工作状态是 我希望我的身份 是一个free spirit 一个自由的灵魂 跟职业没关系 本集忽左忽右为您推荐播客 备忘录 备忘录是一档游资深广告人 withinlink 贝希投资协作体创始人 Bessie李倩玲 担任主持的谈话节目 你好 我是Bessie李倩玲 目前身份是一位投资人 过去30年 我的职业生涯跨越海峡两岸 几乎都在和广告行销行业打交道 有幸见证了中国经济和商业模式 突飞猛进的崛起 我想用这本备忘录 记录我对周遭的观察 带您一同记录 每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现场 备忘录由 withinlink 贝希投资协作体 与emperpodcast联合出品 这个夏天 敬请期待 其实你是做电视的嘛 对 对吧 他是最美文化的职业出来的是吧 是 是最肤浅的 你看我刚才就全程都没有问什么东西 就是因为电视真的是非常肤浅的 你可以放松下了 没事我们不嫌弃你 对 不要舔弃我没文化 因为我个人其实对实在要这个节目 有很多很感兴趣的事情 但是其实您刚才说的一些 已经化解了我很多 之前都客户了 比如说对表演这件事情 你现在其实自己已经有在调整这个状态了 就是你已经习惯镜头了吗 对 我一开始非常不习惯 就是我 我是到第三季才开始比较习惯 现在 现在就 我都担心我开始变得熟练了 就是油了什么 到底不 我 我很难变油的 我是一个 因为我是一个很 很真实的一个人 我很难的 我 我担心变得熟练 就是但熟练会影响自己的 感受的打开 我现在想法防止进入书室 包括我的第一卷写完了 我也觉得我第二卷 我防止我进入一个书室的状态 就是书室 就惯性了 特别惯性了 对 书室是一个问题 对 我可能并不是从您的角度来问 而是因为你刚才提到 这就是一个表演 当你坐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 实际上你的观众会给你一个角色 你认为你自己是一个自由灵魂 但是你的观众会把你定位成 比如说一个采访者 或者什么样的角色 或者一个记者 对这对你是不是一种不公平 你觉得 被误解就是公共生活的一部分 你现在已经 心态上已经达成了 可以跟他相处了吗 误解 这种心态很像那种 就是摇滚巨星的 我知道 差不多别挤的人 但我刚出来 我开始做媒体的时候 就是你说 我当时少年成名是 我也被误解很多 那时候有很多误解 觉得你怎么写这样的句子 都是绕来绕去的 欧式的长剧 对 长剧 那这个误解一直伴随着 但是这种误解也是正常的 就说哪有一个人不被误解 我都不知道 而且这么混乱的娱乐场 舆论场里面 或者说整个的社会的认知水平 和心上水平都普遍不高 情况下 你被大家都接受 你得多糟糕 是不是 因为说实话 因为你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提到 其实笼统来说 比较精英的一个品位 这件事情是让我 非常触动我的 因为我对于这个环境 有极大的抱怨 那你就说 我觉得其实我心痛的 根本就不是说大众美 我最心痛的 我说了好多年 我始终在说这件事情 是明明受过好的教育 本来认为成为精英的人 不敢承认自己的精英力 自甘堕落成大众娱乐 这个东西是 现在我们的很大的困境 就是我们所有做媒体的人 说句实话 包括参与文化创作的人 都是受过很好教育的人 但是每个人都不敢追求 自己认为重要的神 都去附和 都去追随 都去消费下沉 但是问题就在于说 这个规则不知道是谁定的 就是为什么是那个东西 变成大家受欢迎的了 是因为大家受教育 也内在怯懦 对数量的恐惧 因为之前比如说 我们做最早 20年做媒体的时候 那些报纸的人 看到不喜欢你 他也不会来 他做写信来骂你 他不直接 而且你碰到赞扬 还是更多的 你现在其实 还是很多人赞扬你的 还是很多人 你比如一个节目 或者我做这个节目 还是很多人赞扬的 但赞扬的人 是不太表达的 但是批评 谩骂是表达的 而且他是以一种 数量级的涌到你眼前 对 所以大家都被数量 给吓垮了 但是说句实话 我始终很喜欢 一个60年代 一个60年代 在美国一个思想家说的 他说给我一万个 品性政治的人 当然美国也有很多混乱 我就想把美国 重新争夺回来 我觉得我们大众传播媒体 或者说我们的文化生活也是 如果你有一千个 品性政治善良 政治的人站出来 来强调这些东西 这个事态 这个标准会扭转的 我觉得我这么多年 一直坚持 想做这些事情 其实我很大成 想做这些事情 但是我经常会 偶尔也会觉得 孤立无援 就是这样的事情 因为没有对应的响应 大家都沉到那个时间里 你变成一个特别特例 就不一样的一个 我是这么多年 始终坚持说反制有问题的人 现在很少知识分子 做这样的表达 我是一个承认 我是个知识分子 身份的责任的这么一个人 对大家好像现在都是在 公共场合羞于承认 是的 就不敢装逼 就说对 这个词都出现问题 就明明你是 正经成一个正常的标准 坚持 你变成了所谓装什么 对 这就对于变得很可笑的一件事情 那你 但是所有人都装庸俗 大家就不说了 是 那我宁可觉得 你大家愿意装成个君子 也不能去装庸俗 就是 大家认为庸俗 是人生中特别自然的一部分 但不认为寻求高尚 也是人生中自然的一部分 这是很大的问题 我说到这就会很激动 但是我觉得 我坚持了这么多年 把我有一些同伴们来做坚持 那我们做了这个 单线空间也好 我们做了一些事情也好 它是可以survive的 虽然很艰苦 对 但是你追随那些潮子的人 也不一定survive 你可能招生募死了 对 所以我就觉得 我也希望 就是大家愿意站住了 stand up 就是你支持这样的 思想 美学 标准之类的 但是你看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刚才其实也聊到 就是大众媒体 比如像视频这样的介质 其实是 它在一个数量级上 就把您的影响力 就扩张了 但是 这个当中 是不是也有一个矛盾的地方 就是 那个数量级 其实在您的标准当中 其实就是 它就是大众的 那个数量级 它未必是 跟你的价值契合的那些 也不是 我从来也 没有那样的说批评大众 我批评大众 不是说个体 也不是说 你说什么教育 我是批评的是一种 当一个群体聚在一起的时候 大家自动把自己的智商 都开始下降 降到一个低水平 然后 我批评的是大众的心态 不是每个人 在所有的社会里面 不管在什么样的阶层里面 什么样的教育里面 都有一些心 对更美好的事物 心怀憧憬的人 他们就是社会的希望了 对 他跟你是不是个工人 是不是一个小学教师 是不是一个大学教授 这都没有太多关系的 对 我渴望抵达到这些听众 这些读者 这些观众 这些人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 做音频的时候 也做办法的听评 有个直播 我很感动的 就是一个东莞的工人 打进电话来跟我说 他一直看这个节目 给他很多人生的鼓励 就是我人生 原来我可以寻找一个 跟别人不一样的思维方式 这些触动 其实对我来是很强的 给我很多安慰的 因为在你如果到地方地方 你更有一种 如果你想稍微 与中部一天不同一点 就会陷入很大的孤立 是 那种无奈 如果我们做的 我做的事情 我们做的事情 能给他们一点点安慰 我一点点鼓舞 我觉得就是很美好的事情 钱老师有话 就钱力学老师说的话 特别好 他说你对社会可以失望 但你对人性要保有信心 我觉得当时 你应该是在单独的 那个播客上 确实是每一期开头 你会读一些 类似于像读者留言 这样的一些东西 对 对 很多很打动的瞬间 是 尤其是因为 那个节目 更多是你的一个个人表达 你看的那些书 对吧 很多时候就是 听众的一个共鸣 其实这个跟我们过去 包括我们那次 跟黄韵宁聊的时候 他们在上海一文出版社 其实出版的是一些 非常小众的英美文学作品 但是没想到读者的反馈 对 他可能或者 他整个中文只印了2000册 但他可能一些读者 就来自于一些 非常偏远的地区 是 是 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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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这里要插播一个信息 给各位互作互佑的听众 就是互作互佑 现在要做 节目历史上 第一次听众福利的活动 在第51期的时候 下来 陈老师 你要不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怎么可以参与到 这个活动里来 好 在我们节目上线的同时 也就是6号上午 大家可以去 互作互佑的微博 我们会把一条 有关许志远 这期节目的微博置顶 大家可以在这条微博下面留言 我们将按照顺序 给最先留言的五位听众发私信 向您索取快递的地址 然后把这本许志远老师的签名书寄给您 不过要提醒的事情是 我们的等待也不是无限的 就是如果说到私信的朋友在一周之内都没有回复我们你的地址的话 那我们就要考虑找另外的人来记这本书 我们还是会按照刚才提到的这条微博下面的这个留言的顺序 然后继续选择第六第七或者第八位朋友 直到把全部我们拿到的五本签名书都送出 所以现在就请各位抓紧时间 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 at忽左忽右left right 忽左忽右 L E F T R I G H T 赶快来我们的微博 赶快来找到这条微博 然后开始留言吧 你现在需要用所谓啊 就是大家会觉得你觉得你要有勇气吗 就做这些事情面对杂音进来的时候 我不需要特别的勇气 因为我已经做了这么多年了 就是它已经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 我也不觉得我鼓励啊 就是比如说我们算遥远又亲密的朋友 比如你们我们已经构筑出这么一个共同体了 大概可以有一点小小的保护作用了 就你不是那么孤立啊 好多人还可能还觉得我已经获得太多了 不是孤立的问题 是你刚提到的这种 比如说坚持自己的这么一套审美标准 坚持自己的这种知识上的这种选择标准 过去的人可能是传统的一种理解 是觉得你这个没法成为一个持续性的现象 或者只能靠热情 但是你刚才提到单向街或者单向空间 它的存在是为了证明这个在 即使在中国这个环境里面 其实还是能够生存的 是我们算一个在青年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品牌 是的 而且现在从你纯粹以上业的逻辑上看 它也是可以work的 但是它毕竟只是一个个体 就是如果像你说到的 你必须有一千个或者一万个这样的人 那他们在哪里呢 你们不也是其中之一吗 你们要把Podcast做得更好 更杰出 影响更多的人 你要像American Life那样 或American History那样的东西 你们要做成这样的东西 那就比如我要写一本这样的书 我就希望它写成更特别好的东西 它的文本 它的内容自身会有它的影响力和价值 它不再说我接受一千家媒体采访 或者卖出多少册 它的文本自身它会有价值 你们做的内容节目也一样 Podcast 即使你跟着一个潮流 突然到一个程度 如果你的内在价值不足以支撑的话 它还是很过去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把内在的东西做得更好 非常感谢今天许致远老师来到互走互有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他的新书 以及他在等于是两次 这第二次是不是泡沫现在还不知道 对 科技破了 科技浪潮 Bubble Burst 对 我挺开心的 因为我们在互走互有互上互下聊了很多话题 挺好的 很开心 谢谢 希望下次等我第二卷出来 或等我日本的书出来 我们再做一次 好呀 没问题 但是这第二卷之前 先让大家第一卷先读起来 青年变革者 好那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谢谢 再见